大家好 我是安阳 我是尚杰 今天是12月26号 我们准备去那个围山秘印寺 玩一下去看一下 天气非常的好 因为还挺暖和的 比起前几天的话 好不容易趁这个天气好吧 出去逛一逛 离这里的话大概是将近50公里的样子 来回的话百来公里吧 路上还是有点远的 是的 骑摩托不知道要多久 从来没有这样子去玩过 对 骑摩托第一次 一般都是有事情的什么的 来回的跑 第一次骑摩托的去玩 我们去玩一下 走吧走吧 看到没有 都红队 在大门的访问 找到职场 一对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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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少见了 好高啊 这一个按照那个楼房的比例的话 目测这个大概15米高 因为楼房远了地级又高 15米左右的高度吧 饮水灌溉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水力没有这么发达嘛 现在的话这个很少见了 而且这个很壮观啊 这个 我感觉到了这一边 以前很多听说过的地名 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实际的样子了 这边你来过没有 也没来过这里 我以前听过这种地方的名字 像景冲啊什么的 那是从来没来过 这风景还不错 感觉山清水秀的 对啊 这旁边还有点小河 好漂亮哦 对啊 这地方不错啊 好舒服啊 今天车又少 特意找了一个 不是周末的时候出来的 是的 人出来走来一趟 心情都变好了很多很多啊 哎 还是要吹着风 出来走走啊 感受这个路上的风 心情真的太好了 在这个路边上又发现一个挺特别的建筑啊 上面还有一个五角星 它是这种 圆湖的拱心 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呀 这个门 这个窗好漂亮啊 出几道知识盲吹了 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 但是这个还是有点像那个烧窑的感觉啊 啊 这个有点像那个窑洞 对 这真的好古老啊 这种电线杆 在这边特别少见了 其实这个作为一个房子都还挺漂亮哎 上面有那个小阁楼 这么大的瓦片 哇 这个 这一块又不有几十斤重啊 哈哈哈哈 根本拿不动感觉真的好大 哇 这个年纪应该挺大了 这种房子 反正应该比我们俩都大 对啊 皇财水库 这个水库非常的大呀 是国家级重点的水库工程 开始爬坡了 要爬到那个水库上面去 从房财那边过来就看到了围山的特产了 这边已经到围山了 就是这个茶树 它结的那个茶呀特别的香 围山毛尖 很出名的 在我们整个长沙都非常的出名 它的那个茶叶 围山 这边还有这个漂流啊 围山漂流 还是挺出名的 对啊 适合夏天过来玩啊 哇 好期待啊 现在太冷了 我们绕了一大圈 到这个皇财水库的上面来了 现在比这个水库的地势还高了 但是现在冬季嘛 水量没那么多 那边都露出那个底来了 长着那个青草 远处的山真的像一个水墨画 特别的美啊 这是属于它的一个弯 所以那个水库的湖面没那么大 但是这样子更加的漂亮啊 蜿蜒曲折的那个岸边 哇 这边是石头的 难怪古代是那种山水画呀 这种山水真的是太美了 还能听到那个水流动的声音呢 对呀 水波荡漾 哇 住在那个地方简直是绝了呀 我们现在在半山腰 这个下面的峡谷里面在的是茶 然后那个山顶上山坡那里远处 摘的也是茶 那种梯田一样的 哇塞 那边还有啊 啊 这边也有 那个角落里面那里也是茶 不得不说这边的风景是真的好 有很多那种康养中心 适合度假呀 是的 到停车场了 拿上我们的装备 无人机 把你的头部也放进来 好 我这个发型简直是一言能见 哈哈哈哈 没事 这样还是很帅的 把那个摩托车停在那个停车场了 这边是停车场 过来就是一个这种回囊 特别的漂亮啊 那边就是一个广场 穿过这个广场才进入到景区 这个景区外面的这个门 哇塞 我感觉真的好精致啊 果然还是我们的中式是最美的 但是这个一看就很贵 哈哈 想都不敢想 哇塞 过了这道门 还有一个牌黄 我都已经看到那个牵手观音了 好震撼啊 现在是一个淡季 真的好舒服啊 感觉这个景区好像被我承包了一样的 这是我自己家一样的 都没有人一路走进来 对啊这逛着特别的舒服 这边有一个唐山宗 朝拜那个朝佛的那个雕像 哇 哇 过了这个千年密印的牌坊 又有一段阶梯 在这个阶梯两边 有那种很出名的皇帝的雕像 那边是梁武帝 隋阳帝 然后这边是明太祖 明神宗 明神宗 中间还有一个亭子 这边是玉香亭 是唐昭宗来秘印寺进香的时候所建造的 在这个亭子中间是有一个香炉的 当时唐昭宗过来 第一柱香就在这里上的香 但是后来这个亭子被破坏了 这是12年的时候翻修重建的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上面雕刻了一些壁画 就是表现了一些各朝各代佛教的发展史 过了这个广场就是浦渡桥 这边就是浦渡桥了 一共有三个桥 中间这里应该是那个房地走的 给它的日驾抬着从中间过 我们的话就从旁边过吧 你差点走不上去了 传说中过了这个浦渡桥 就可以脱离苦海 我们今天也算是走过了 但是好像我本来就没有在苦海中 这个浦渡桥它是建在这个莲花符上面的 这个莲花符从天上看 它是一个莲花的形状 非常的漂亮 中间本来是有一个小牵手观音像的 怎么好像只有一个 台子在那里了 现在那个前手观音像 好像在那个大的前手观音像里面 终于到这个正门了 非常的高啊 然后广场这里有八根柱子 每根柱子上面都雕刻了观音像 秘密室里面免费提供这个香 进门之后 首先看到的是钟楼 和鼓楼 这个跟南岳山的布局有一点点像 然后是正殿 围山是个好地方 有个秘密室应该好好保护我 开始爬楼梯了呀 这里一共是619个楼梯 对应的是那个观音的成道日 观音有三个生日嘛 2月19是它的诞辰 6月19是它的成道 9月19是它的出家日 所以这个雕像高度是99.19米 哎呀感觉要爬完了 你看到前面哦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这还是小菜一碟呢 哦 中场休息 到顶了 99米高的观音像 栩栩如生了 确实非常的慈悲 慈美善慕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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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 下来的话还是快一点 对,就是我的腿有点打抖 那个台阶爬着的话是有点点累的 现在这个景区它目前是不收门票的 可能一直到明年也不会收 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收门票了 其中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咱们也不好说 但是反正如果想过来这边玩的话 最好是快点来 起码也可以省点门票钱 来这里拜拜佛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它上面是一个观音的雕像 牵手观音像 它下面其实是有一些佛像什么的 一些那种是一个寺庙 命运寺毕竟 但是那个神像嘛 它那个室内的我们就不太好拍 所以没有拍 这边来的人的话 主要是过年啊过节那些时间 一般都是过来求求 求神拜佛什么的 主要是 也可以过来玩的 它这边其实项目还挺多的 夏天有那个漂流 避暑啊这边都是很舒服的 这边的那种住宿非常的完善 就什么样的都有包吃啊包住啊 一个月多钱什么的 一条龙 一条龙什么都有 玩的也有凉快啊风景也好 还是挺好的 是的 嗯 啊现在我们出去吧 现在准备回去了 回家喽回家喽 今天还是不识子行的 对 玩得很开心的啊 对啊心情特别的好 今天风景超级漂亮 哈哈 啊 在回处的路上 我们又经过这个房财水库了 这个也叫青阳湖 感觉这个房纷十分 又漂亮了一点 这是一条小河 下面有人养了鸡啊什么的 直接就走地鸡啊 然后软处还有牛 自由自在的 拍一拍拍一拍 这个撞到桥上了 应该是撞到线了 然后掉下去了 现在我们下去吧 好远啊估计还在中间 到这个位置了 幸好有这个 摄像头掉了 还好吗 好啊 这怎么掉的呀 这没看到有线啊 碰到什么东西了 这个摄像头坏掉了 这要玩独子了 这没用了 我没有保险 我直接摔断了 这个已经没有保险了 爬上来了 心态一下炸了呀 本来挺开心的 这个桥头 还有一个亭子 要是以前骑单车 这地方扎银简直是绝了呀 这风景 可怜我都无人机呀 感觉焚身都没力气了 心疼 上老板给我买个新的吧 上老板 你拿钱给我呀 上劫刚刚啊 那个飞机掉下水 上劫就板着跟脸了 哎呀差点就打我了 滚 敢打你了 今天在这里过夜算了 主要是我 我看着你 看着你那个飞机 撞的那个桥 哎 不知道你那叫什么了 真的是 喊都喊不及 可能他就是要撞了吧 没办法的 休息一会再回去吧 陪伴了我们一年多 对呀 不过这不是第一次了啊 上次也是撞的很难 但是有保险 上次还有保险 他在那个保修 保齐内 保险的范围内 对 现在过了那个期限了 回着再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吗 如果太贵了 我就不修了 太贵了 就没修的必要了 对啊 就这样呗 嗯 祖塔大桥这个地方是伤心地呀 走了走了走了 哎 不来了不来了这个地方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丁字路口 右拐的话就是往我们脑梁仓的方向了 那边是往房财镇 镇上去了 远处那里是碳河古城啊 那是一个西州文化主题公园 不过我们今天就不去的时间一点晚了 里面还是很漂亮的 因为宁乡是那个青铜之乡嘛 里面有很多那种青铜文化 到家了 今天有点累呀 就不做饭了 煮个螺丝粉吃吧 好久没吃了